阿咪 你們要去哪裡啊? 我們去這裡的阿咪啊 路上 路上 你說嗎? 哈囉 今天我們要去體驗有著一百多年歷史的有軌電車 這是阿根廷最早期在首都內行駛的公共客運 在19世紀時為了給這些大量湧進的歐洲移民 一個便利的交通系統 政府設置了有軌電車 一百多條路線再加上票價便宜 讓阿根廷在19世紀末 不算為交通運輸而煩惱 有軌電車也成為了首都的新童 相信很多居住在當地或外來的遊客 在布宜諾市區內都沒有見過這種路上的有軌電車 因為這是一台紀念電車 早在1963年 有軌電車就被公共汽車給取代 現在都是想體驗當時的心情 就只能週末來這裡搭車啦 這邊排隊排完以後到這邊那個短角搭車 我們是選擇星期天早上來的 沒想到人已經大排長榮了 多虧了在1976年成立的電車之友這個非營利組織 能讓我們體驗到當時社會承測者的心情 街角的紀念品販賣 熱骨的補助都是對這個組織的一點幫助 支持他們走下去的動力 在街角等待的同時 還有親切的工作人員為我們解說 Dramvia的歷史 在1980年電車重新回到這個軌道上 而第一輛開始重新載客的電車 就是我們今天要搭乘的這一台 Lacrosse 258號 終於上車啦 坐在这个古色古香的电车里 垂掉的牛皮把手 悬挂的电车拉铃 木质的车身 牛皮座椅 同志扶手 完美了呈现了当时的场景 或许唯一不同的 就是乘车者的心情吧 现在的我们 沿途欣赏风景 当时的他们又在想些什么呢 是上班了要迟到了 今天又是辛苦的一天 这个月的开支又超过了 还是什么我们这些生活舒适 不必为了生计而忙活的人 想不到的呢 大家都放一样的开支 到了一圈 一趟历史之旅 短短的几分钟就结束了 总觉得坐着不是很过瘾 才刚刚融到当时的心境 电车就驶到终点站了 不过若真的想再做 可以改天再来啊 因为他会换车型和车种 有机会可以来体验看看哦 顺道 我們曾在2013年和2016年來的照片 讓大家看看我們做了多少種不同的車型 建議大家週末有空來走走 跟著我們一起穿越時空吧